开这几款车以后你跑高速就不用去服务区排队加油了 我这个脑子也真是够慢的啊 等到这个春节过去了才想起来去蹭春节的热点 但是这个也是没办法 就是春节期间在高速上被堵怕了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想法 我们在春节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长假也好啊 高速上经常会出现严重的拥堵 堵着堵着呢车子就没油了 我们就得去服务区加油 然后跑到服务区里一看 吓死了加油站加油机旁边可能要排着十几二十几台车 等加到自己的时候 旁边那辆电动车已经冲的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有了一个想法 就是像新能源车主关注续航里程一样 我们去关注一下一台燃油车的续航里程 让一台车的续航里程足够的长 甚至超过1000公里 那么我这一路基本上就不用加油了对不对 一台正常的燃油车 如果在地面道路上呢 一般有500或者600公里的续航 如果能坚持到700公里呢 说明这个车要么油箱特别的大 要么就是油耗特别的低 已经算很不错了 如果是跑高速的话 这个续航里程可能会再延长个100公里左右 但是如果一台车要想达到一箱油能坚持1000公里 这个难度其实并不低 说到一箱油跑1000公里 这种千里码车型 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那种混动车型 尤其是像丰田或者是本田这样这种轻混的车型 他们的油耗我们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发现油耗都非常非常的低 他们能不能一箱油跑1000公里呢 先说结论啊 这个几乎是不可以 因为这些车有一个致命的小缺陷 就是它的油箱比较小 一般来说像那个CRV的混动 或者说是像CT200H这样的这种比较小的混动车型啊 它的油箱也就是在50升甚至是40升左右 它去加满一箱油就300块钱出头就可以加满了 这个时候你做个算术就明白了 如果说一台车只有50升的油箱 它要跑1000公里的话 那么百公里油耗就必须得是4点几 如果只有40升的油箱啊 那它百公里油耗就必须得是3点几升 这个在跑高速的情况下 对于这些混动的车型来讲 3点几或者4点几的油耗也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这些车子说实话 在重载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油耗上升也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了你要开这种日系的混动车 开的比较小心一点的话 一箱油坚持1000公里呢 也不是不可能 我之前有过两台丰田的混动车系啊 大概有55开的机会 能够跑到一箱油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水平 但是必须得是一个人 然后全程ECO模式 天气也不能太冷 空调也不能开的太猛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勉强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这就得出来一个重要的结论啊 一箱油坚持1000公里 这种千里码车型 一是要省油 第二呢 就是油箱一定要打 从这个逻辑推出去 你就会发现我平时经常夸的那个大众系的1.4T的发动机啊 它非常的省油 但是你想让它一箱油坚持1000公里也非常的困难 因为大部分1.4T的车型 它们的油箱呢 也就是60升而已 也就是说如果让它们坚持1000公里的话 你高速巡航的油耗必须要控制在五点几升每百公里 五点几升每百公里 如果我们是在地面行驶的话 车速不太高 对于一个比较小尺寸的像奥迪AE啊 或者是像那个高尔夫这样的小尺寸的大众车的话 五点几升百公里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跑高速的话 这个油耗马上就上去了 因为跑高速对于这些发动机来讲 本身也是一个高负荷的工况 这个也从侧面说明了 就是大众的1.4T这个油耗控制真的是非常的给力 因为它已经做到了像新能源车 像混动车一样 在高速的时候更费油 说了这么多啊 我们聊的都是那些看上去可以 但实际上不能的千里马车型 那到底什么样的车能够以非常轻松的姿态 去完成一箱油1000公里的目标呢 答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就是那些中大型的SUV 而且必须得是柴油版 虽然说是中大型的SUV 车子比较重 风阻也比较大 但是它们也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油箱 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们是柴油车 所以说它们的油耗要比汽油版要稍微低一点 比如说像柴油的土瑞啊 柴油的Q7啊 汽油版的油耗呢 可能在12 3升 而如果做到了柴油版上 这个油耗可能就8升 9升 如果开的省一点的话 7点击也是没毛病的 而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工程师啊 它很懂啊 它在柴油版和汽油版上做了不同尺寸的油箱 柴油版的油箱往往要更大 比如说像柴油的X5 它的这个油箱容积达到了85升 而柴油的ML更是93升的这个巨大的油箱啊 所以对于这些拥有90升左右油箱的这些柴油SUV来讲 一箱油坚持1000公里 真的是非常的轻松 甚至我们不用跑高速 日常通行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续航水平